我跟你講 第二天 他帶了一票人來 他打電話來給我 等一下 他相信妳的故事 對 他就說 我是那個 昨天晚上你碰到的人 我是哪個分局的隊長 我說他要來找我 我就帶了鑰匙 然後去到那邊 把鑰匙交給他們 警察就上去了 上去他們就全部要往二樓衝 我說這個樓下真的一個洞 搞不好他從上面會跳下來 一個在這邊賭啊 我還知道他們的身 你還知道他們的身 為什麼就有儀道才是有儀道 結果這樣 因為警察就從大門那邊又跑 要跑到那下面 警察知道 我這樣的感受 結果有看到他本人嗎 不是...我還沒講完 結果我就躲到後面 你知道嗎 結果他們就一個警察又跑過來 林小姐 門打不開耶 他多緊張 我說那打不開怎麼辦 那我要去打開啦 他們打不開為什麼你打得開 對啊 就...真的啊 我就... 因為我真的... 你不是有給他們鑰匙嗎 我跟你講 那個鑰匙還... 有點不好開 有點不好開 還非要我來開 結果媽媽是拿那個破門槌去 拿來撞掉 對啊 我拿破門槌 剛好就已經被打成瘋窩了 我又沿著腳脫光腳 去把門開了 再跑掉啊 裡面結果攻進去沒有人 可是他的摩托車那天就找... 摩托車就找到了 對 所以妳沒有見到他本人 在哪 在天母西路那個豆漿店 你知道嗎 真的 我會騙妳 在那個地方 因為那時候我住在 他那個大樓的三樓 然後有一天大概清晨 也是那個時候 就清晨大概還不到五點 就有人按電影 我迷迷糊糊我就去開門 對 這一開門完了 這個也不曉得是誰 怎麼壞人進來怎麼辦 我就出去 我把門鎖起來我就出去 去看誰來 結果一個很年輕的男生 他到二樓喔 到二樓找他阿姨 可是這個也不是什麼好人 你知道嗎 他阿姨不敢開門耶 不敢開門就在那邊跟他講 他來跟他要錢 跟阿姨要錢 跟阿姨要錢 結果我下去的時候 看到對面有一個騎摩托車 那個安全帽都沒有拆下來 是藍色的安全帽 然後那個身體就像陳建興這樣 很結實那種身體 姊姊 安全帽沒有拆下來 我跟妳講 從頭到尾 從那個男生進來要錢 妳看時間多久 他那個安全帽都沒有拔下來 我覺得那個身材不太好 不是 是... 對 而且他在電話裡面 也沒有九十四 對啊 對啊 五通人的話 阿姨啊 妳知道我多厲害 我不是說還有兩個女的 在幫他找房子嗎 結果就是他老婆跟他小姨子 沒有 那兩個女的還被我找到了 在三重 在賣房子的 對 後來警察也有問過 我說我已經找到了啊 我有跟警察講嗎 妳有去問這兩個女的嗎 我跟妳講我一進去兩個臉都變了 OK 妳有沒有說你們是不是在幫陳 進行找房子 我沒有 我就放了一圈 我看他們臉變了我就靠了 什麼 喂 喂 妳看 私人不講道理 沒有 沒有 他跟當事人 完全沒有直接的見面過 完全沒有 他可以崭心解鐵的說 他說他見過他 他見過他 你說親不親 對 對 他可能 他可能只是一家房屋中間 兩個小姐 看到別家房屋中間的人 進來就臉變 臉變啊 真的 問他臉變的不一樣 那冠軍是比利姐 這位是媽媽媽 超扯的 高一玲 好 我要講的是就是 大家都知道911事件嘛 美國的911事件 很大很嚴重的事情 它是在2001年的時候發生的 可是呢 就是那個時候 因為很多人都不敢去美國 那我就想說 好吧 因為那時候的男朋友 他是德州人 所以他姐姐要結婚 那他們想要辦在墨西哥 他說太棒了 這時候就可以撿得便宜機票去 可是因為我們拿的是 I-20的簽證 因為我是交換學生 所以我們有 學生簽證是I-20 那雖然我只有念一年 可是他是給我四年的期限 結果到L.A的機場之後 去我就把我的護照拿給他 他就跟他講了英文 他就說哈囉 嗨 然後他就說你來幹嘛 我說我要去親他朋友 喂 給他 我不敢跟他講 什麼事 這樣子 然後反正他就問說 那你要來幹嘛 他說我要來參加朋友的婚禮 他說那為什麼你用的是 學生簽證 我說對啊 我還是學生 他說你是學生嗎 我說我是學生 所以學生原來進去美國 你要證明你是學生 用學生簽證的話 你要有另外一個文件證明 這個不行 那就叫我去他們另外一個櫃台 好 進去他就看了我的簽證之後 他就說你沒有簽證書 你也不是學生了 所以你也拿不出 你任何的證明 所以我必須要把你扣留 我就直接被抓到行警局裡面 去隔離 就是捕捉 他們是拘留就對了 那你的東西呢 對 所以這個時候呢 當他一下這個判定之後 他這個固執是要炫耀 他英文單字懂不懂嗎 沒有...真的不是 他每一隻要捕捉 他每一隻 不好意思... 然後他們反正就是把我帶去 先帶我去拿我的行李 他是找兩個警察 你是說包裝嗎 是... 他就讓我去拿我的行李就對了 因為我從頭到尾 我都是被監控的 對 他就說 好吧 那就我們去那個 居留室裡面 然後就開始有點慌哭了 因為我男朋友在外面等我 他什麼事情也不能做 不准跟我講話的 然後哭...剛好 因為LA那邊就是有很多的華人在 就有一個華人的警察男生 他就過來跟我講 他說小姐 你是怎麼了啊 然後我就說 我就是怎樣... 他說他不用擔心 應該沒有什麼事情 不過你知道現在是911之後 通常這樣子的話 第一班飛機就會被遣送回去 然後他就說 好 那你這次先等一下 我去幫你想辦法 然後他出去之後 沒多久就另外一個警察進來 他說來 過來 按指紋 抱著手 你知道 你要按指紋 不是你自己去壓一壓 就是不像我們蓋手印這樣子 他是要抓著你每一根手指頭 左右這樣子 沾滿了墨汁之後 然後再去蓋在一張紙上面 我五根手指頭全部都沾滿了 而且就像我們看CSI一樣 那個罪犯不是都要拿一個板子 然後在後面有一個身高刻度的 那個指板前面拍照嗎 你有拍那個 我有拍 有拍那個算是人生有一筆耶 真的 而且你知道嗎 按完指紋 拍完那照 我是哭得跟鬼一樣 林賽羅漢也有拍 我沒有去監獄 我真的是哭得跟鬼一樣 對 這講好了 好 按完之後 他就把我帶進去房間裡面 另外一個小房間 然後是按的 他就說我要搜身 然後找女警過來 全身都收 他還叫我把衣服要脫掉 有脫嗎 有脫 就脫只剩下內衣內褲 他沒有叫我全部都脫啦 阿咪 不要這樣子啦 這樣快一點 不是 我要...真的 這真的很慘 他在催妳 故事講快一點 他就叫我把衣服都脫完 然後反正要內衣褲 他就這樣子收聲摸... 然後把我所有的電話 錢包 證件 通通都收走 所以我一毛錢都沒有 他就拿一個紙袋在我面前 他說現在我要把這東西封起來 你看著 然後他就是 走到順便看 然後就變出一隻兔子 不是 真的 就是很健健 對 講完